您好,我是细草微风 小女孩喜欢飞机并不常见 女孩长大修飞机也很稀有 华裔女孩带领指挥修飞机 那更是少之又少 空气中弥漫汽油味 厂房中不时传来机械噪音 杰尼董,董于真正从飞机的油箱中爬出来 她是加拿大航空Air Canada资深维修工程师 入航12年 每一天要安检维修3到4架飞机 她的职责还包括签字确认 核准飞机是否能够通过放行 飞机维修这一行男性占绝大多数 根据杰尼从自己的工作环境观察 维修工程师的男女比例大约是100比1 女性从事这一行有没有先天障碍呢 我觉得有好有坏 譬如说很多时候我的同事没办法做的工作 反而要我去做 譬如说有一些空间上面的限制 因为我比例比较小 然后我的手也比较小 所以我可以去帮他们做一些 他们可能手放不进去的地方 或者是那时候我们要爬油箱 油箱爬不进去的地方 我可以爬得进去 所以他们反而会比较喜欢用我 因为他们很困难做到的事情 我就很简单地做到 而且在高技术的环境里面 如果你用太多蛮力 可能也不见得是正确的做法 所以是技术性多于所谓的蛮力 女性生理上有限制 力气和耐力不如男生 杰尼笑说 她也遇到过力气不如自己的男性工程师 她强调 修飞机不是靠蛮力 靠的是技术和头脑取胜 她体型娇小 在某一些狭小空间里操作比较灵活 这反而是她的优势 杰尼工作5天 轮休5天 工作日上班12个小时 按加拿大航空业一般的行情 初入行的飞机维修工程师 年薪大约加币4到6万 折合台币80到120万 工作5年 年薪可以达到10万加币 杰尼专修空中巴士319、320、321 以及波音767 飞机一般的例行维修 包括了检查引擎、刹车、轮胎、胎压、更换机油 查看机身是否受到损伤 例如鸟类碰撞 飞机在达到一定的飞行时数之后 必须接受全面的深入维修 例如上润滑液、检查起落架 所有的零件上机油 在性别比例十分悬殊的环境下工作 杰尼说自己和男同事相处 没有觉得不自在 她反倒觉得女生说话倾向拐弯抹角 不直接表达心里想什么 男生说话虽然有时很冲 但他们直接了当 比较好沟通、容易相处 由于绝对稀少 女性特别显眼 她的一举一动 无论好坏 永远是同事讨论的话题 最明显的是 她只要一请假 整个维修机组大家都知道 同时她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来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 她刚入行坐学徒时 从清洁飞机和修理机舱内的抽水马桶坐起 有一天 她主动和男同事一起卖力扛铁架 工作小组长后来告诉杰尼 那一天她仔细地观察 对杰尼的工作能力和态度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杰尼逐步被指派更重要的工作 她最难忘的工作经历是 有一次换飞机引擎 总共有六名工程师参与 两个轮班 合计花了36个小时完成任务 隔天她的爸妈正好搭乘 这一架波音787的飞机飞回台湾 她感到特别的兴奋和骄傲 杰尼说飞机都有两个引擎 如果引擎失灵 还有另外一个引擎 能够替补正常运作 由于她是女性 又长了一张娃娃脸 当她带领男下属去维修 不认识的机长 常常会直接找男下属沟通 误以为她是小跟班 杰尼对修飞机有兴趣 起源于她的童年 我爸爸是空军 然后加上我妈妈是公交人员 所以像寒暑假的时候 我们都常常会出去玩 所以那时候坐飞机 对我来讲是家常便饭 就是在那个年代 可能我坐飞机的次数 会比一般的人多 所以我对整个坐飞机的程序 像行李啊什么 坐上飞机要系安全带啊什么的 我都很熟悉 然后我也 那个时候其实我跟我直接讲说 看窗户外面那些在飞机场工作的人 好帅哦 大家会很喜欢这种行业 我也想要去做这个行业 另外她说 从小就好动坐不住 那些坐办公室八小时的工作 她无法忍受 她喜欢用双手去劳作 她曾经考虑去学修车 但她心里藏着一个小算盘 她认为任职航空业 可以享受票价优惠 有更多的机会去看世界 杰妮高中毕业那一年 顺利申请到大学 经过冷静思考 她决定去读专科学校 BCIT学修飞机 父母支持她的选择 那一年 她是周围升学的孩子中 唯一没有进大学的 其他的华人家长 流露出不理解的眼光 杰妮对自己一直有信心 并没有自卑 也不认为短人一节 她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杰妮的母亲受访时表示 杰妮努力工作 很吃苦 从小就是个有想法的孩子 加拿大航空的宣传影片 和BCIT学校招生宣传 都找杰妮出镜和代言 也许因为她是少数资深的 维修女工程师 杰妮建议 有心从事飞机维修行业的女性 要勇敢做自己有兴趣的事 不要顾虑太多 外界的闲言闲语 不要放在心上 保持正确的工作态度 做好分内工作最重要 虽然杰妮说 她从小就不喜欢安静读书 近几年 她一直不断地进修 她还是领有证兆的电工 也受过专门的家电维修训练 两年前 她回学校补修学分 今年秋天 可以拿到学士学位 她说 自己是个行动派 往往事情先做了再说 因此也学到了一些教训和功课 她的人生哲学是 全行投入 努力工作 行动导向 维修飞机只是她梦想的一部分 她的下一个目标是 拿执照开飞机 放飞天下 看世界 我是细草微风 欢迎点赞订阅与留言 谢谢收看再会